大家好,各位同學,大家好。 我是我的班18號陳妤玲。 我今天要演說的題目是,我最難忘的一件事。 我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四年級的月園賽。 那天,我一大早就起床了。 到了學校,看到每位同學也都已經開始螺旋擦場興奮的工作面對。 當當中生終於醒了,我很高興,因為可以跑了。 然後全班準隊到樓下,再到外交場的座槍。 緊接著就要開始比賽。 碰了一生,我和同學看了六年級滿像花爆似的一直往前走。 踩一下子,第一名就出現了。 接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也落落繼續的出現。 六年級跑完後,就和五年級了。 五年級的速度也和六年級一樣互相上限。 大家真是厲害。 一開始。 再來就和我們登場了。 我心裡氣上發下。 又是緊張,又是興奮。 等到鳴槍一響,全體往外衝。 開始跑完。 我流著汗踩著有節奏的步伐。 吸、吸、抽、抽、吸、吸。 跑著跑著。 好像把所有的煩惱都放開了。 一路上聽到兩兒的救救生,好像在為我加油打氣。 還有利益安然的樹硬步道。 忍不住讓我多吸了幾口奔不落筋。 當然,還有沿途的愛情家長,包括我最親愛的媽咪,忙著照相記錄每一個。 我就在這麼快樂的心情中,認真地訪問了這次的越野賽。 最後,在接近終點線時,我使盡全身的力氣衝刺往前跑。 然後就在終點線得到了第30種類。 以上次進步了14名了。 真是讓我太開心了。 不過,我希望下次可以再更進步。一次比一次跑得更好。 這次的越野賽跑讓我印象深刻。 一來是有了之前三年級的經驗。 這次我學會好好享受賽跑的過程。 結果,發現自己的身體變得更清明。 沿途的風光更美麗。 後來是在中途站驚奇地看到媽媽在那邊踩遊。 哇!整個演氣媽媽。 越野賽跑爭取了好活動。 不斷可以鍛練體力,也可以培養耐力。 讓我不斷地想要超越自己。 創造巔峰了。 謝謝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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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們的小情字獄看看。